周作人在汉奸被告席上 交辩称 自己之所以没有在北平沦陷后离开北平 是因为自己加雷太重 而事实是 他除了把自己的妻子孩子照顾好之外 对其他人则十分吝啬刻薄 尤其在与哥哥鲁迅反目成仇 失去人生引导后 他的人生迅速滑落 最终走上了卖国求荣的不归路 那么这个曾经的知名文人 为什么会堕落成为人人唾骂的大汉奸 是什么错误思想 让周作人做出了如此荒谬的抉择 三峡大学胡俊修将为您讲述 从文化名流到文化汉奸周作人 第四集 当汉奸还立牌坊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 周作人在汉奸被告席上 是极尽狡辩之能事 说自个儿在七七事变 北平沦陷之后了 之所以没有和别的北京大学教授 一起离开北平南下 是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家累太重走不开身 貌似他很顾家一样 其实呀 他的确把老婆孩子照顾得舒舒服服的 但是对母亲鲁锐和寡嫂朱安 却相当刻薄甚至无情 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尽到照料之责 而他对亲哥哥鲁迅 则更加冷酷绝情 忘恩负义 导致兄弟二人 在1923年决裂分手 关系最密切的秦友全 认为兄弟反目 让周作人失去了大哥鲁迅 正确的人生引导 乃至于后来人生航向跑偏了 执迷不悟 走上了汉奸不归路 不过话又说回来 鲁迅在1936年就去世了 周作人当汉奸的时候 鲁迅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周作人当汉奸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的选择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周作人不光是投降日本当了汉奸 而且当了是有头有脸呼风唤雨的汉奸大咖了 他出任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 汪精卫为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教育总署督办 这相当于教育部部长级别的高官 主管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和为华北政权的教育 成为日本主子的一条高级走狗 但是当汉奸可是冒天下之大不为 身为知名教授文坛领袖文学偶像的周作人 怎么敢迈出这一步呢 是什么样的错误想法 让周作人做出了当汉奸的荒谬选择呢 在接受法庭汉奸罪审判的时候 周作人又会抛出哪些奇谈怪论 让人大跌眼镜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 不过通过分析周作人当汉奸前后的文章 谈话 回忆和法庭上的辩词 我认为综合起来说 导致周作人当汉奸的错误认识 有以下几个 周作人的错误思想 第一个是中国抗日必败论 他认为蒋介石政府专制独裁 腐败无能 大失民心 还说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呢 其实是海军的较量 中国的海军那是弱爆了 根本打不出去 日本的海军一打到中国来 中国就只有求和的份 据文学家郑整夺 后来在西周作人这篇文章里回忆啊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 他和周作人见过一面 周作人对他说啊 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 人家有海军 没有打 人家已经登案来了 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 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他这是典型的抗战必败论 但不能因为对抗战前景悲观 就背叛祖国啊 其实抗战之初呢 有不少的文化人也很悲观 当时云南昆明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里啊 也有很多战败论者 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文艺多 在1938年写信的时候 就发牢骚说啊 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 每到吃饭时 必发起败北主义的理论 指着报纸得意洋洋的说 我说了要败 你看吧 现在怎么样 他们人多势众 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 这样每次吃饭 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 这些悲观论者 虽然认为中国抗战胜利 希望渺茫 但仍然为传统气节鼓舞而拦下 与国家民族命运 同呼吸共命运 没有投降日本侵略者 而当时郑振多问周作人 是不是中国如果打不过日本 就该放弃抵抗投降日本 周作人沉默了 也许在周作人的心里 投降是唯一出路 抵抗无用 不如投降求和 于是便有了周作人的 第二个堪称奇葩的错误认识 完全是谬论 什么谬论呢 投降有理 抗战有罪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 让周作人心中产生了 投降日本侵略者的消极思想 而为了掩盖自己贪生怕死 卖国求荣的真面目 周作人又会抛出怎样的言论 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明明是替日本侵略者卖命 却偏偏说成是曲线救国 他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 为的究竟是什么 三峡大学胡俊修 继续为您讲述 从文化名流 到文化汉奸周作人 周作人对中国历史上的抗战派和投降派发表了雷人的高见 怎么跟雷人法呢 周作人大肆赞美投降派 诋毁抗战派 主张投降有理 抗战有罪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颠覆历史定论 赞美秦桥 批评 周作人在1935年写了《岳飞与秦桧》等文章 多次为秦桧翻案 认为投降有理 投降更不容易 甚至赞扬历史上的投降派 他说 秦桧根据当时时勤求和 还保住了半壁江山 和比战难 战败仍不视为民族英雄 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 现在还有地方可逃 和成则是万事罪人 故祖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 与道德的毅力 和成为什么会成为万事罪人呢 显然这里的和是指投降 周作人还在关于英雄崇拜这篇文章里 批评岳飞文天祥 说他们是消极的失败的 以一死了事的英雄 不必去学习他们 不必把他们当为模范 这是因为呀 第一 要学他必须国先亡了 否则怎么死得像呢 我们要有气节 需得平时使用才好 若是必以亡国时为期 那未免牺牲的太大了 第二 这种死与国家社会别无益处 我们的目的在于保存国家 不做这个工作 而等候国王了去死 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 也合适于补了 今天的学者 袁良俊 在周作人复利考验 这篇文章当中说 周作人这简直是在鼓吹 壮烈牺牲 有罪论 够得上血口喷人 这种往英雄头上 颇奋的伎俩 也只有周作人这样 擅长五文弄墨的组合派 才使得出 心里实在是阴暗至极 周作人的第三个错误认识是 错位的道德观 和扭曲的责任感 周作人在1945年 也就是当汉奸尾声期间 堂而皇之地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阐述他的错误的道德观 这也算是周作人变相的向国人交代 他为什么要担任 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和汪伟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为什么想负责唯北京大学文学教育工作 和唯华北当局的教育工作 那么周作人错误的道德观是什么呢 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 就是道义士工化 什么是道义士工化呢 简单的说啊 一个人的道德境界 不能看他说什么 而要看他做什么 不能看他表什么态 而要看他担什么责 不能光做个嘴上君子 嘴上高尚不算真高尚 应该说啊 道义士工化的见解呢 有一定的道理 一个人的道德勤操 当然要看他的表态和立场 但也要看他做了什么事 要将立场和担当结合起来看 那么周作人的错误在哪里呢 在于他在实际认识和操作当中啊 把道义完全丢了 只剩下士工 只顾做事情 却丢了立场 施了道德 最后走向了道义的反面 周作人呢 试图用道义士工化 来解释自己复利当汉奸的行为逻辑 什么逻辑呢 抗战爆发 我周作人呢 不会像别的北平文化人一样 当一走了之的嘴上君子 这谁都会啊 我周作人也不是岳飞那样 一死了之的不负责任的英雄 一死了之谁都会啊 我周作人比他们道德觐见都高尚 做了事比他们都沉重伟大得多 我周作人要做忍辱负重 讲求士工 宣传中国文化 抵制敌人儒化教育的功臣 周作人在杂文里说啊 我想自己儒跑到后方去 在那里教几年书 也总是空话 不如在轮选中 替学校或学生做的一点一滴的事 倒是实在的 周作人觉得啊 如果和别的文化人一样 南下到大后方去 无事可奏 只是发表下抗日宣言 等于是放空炮 那是口头上的道义和高尚 没有意义啊 道义无法 事工化 体现不出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 周作人错误的道德观 导致他形成了扭曲的责任感 那就是留在北平做些事情 哪怕是出任未职 为日本人卖命 也可以为中国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让日本人奴化华北教育的企图 降到最低 至少他会比更坏的人出来主事 要少干些坏事 周作人一直口口声声说 自己替日本人卖命 非但没有危害国家 甚至还有益于人民 因此他对于自己卖国求荣的做法 没有丝毫的愧疚感 直到在他站上法庭的被告席 接受审判的时候 周作人仍旧大言不惭的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着辩解 周作人在1946年 给法庭的《变速状》里说 学校可委 学生不委 政治虽委 教育不可委 待及国家存亡绝续之秋 青年教育关系重大 不可使终绝 由不可使恶化 必须肯有人冒犯不为 共为维持 努力抵抗敌方 奴化政策 稍为国家及青年 保存元气 周作人在法庭上还辩称 说自己当时答应担任委职 还因为他听说日本人 物色了别的人选 而这别的人选在周作人看来是恶棍 与其让这些人来祸害青年 还不如他周作人出来干 周作人说 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 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 不出来勉为其兰 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 愈弄愈糟 周作人或许觉得 一边为日本人干事 背负汉奸骂民 一边还努力维持华北教育 抵制日本卢化 这简直是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多崇高啊 周作人 这是典型的 又想当汉奸 又想立牌坊的节奏啊 周作人始终声称 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 并无不妥 他这么做 是在沦陷区 为了抵抗侵略者的 奴化教育而牺牲自己 但是这样的诡辩 在政局面前根本站不住脚 也丝毫改变不了 周作人卖国求荣的事实 除此之外 周作人还有哪些错误的认识 使得他在卖国求荣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从错误认识到物质需求 究竟什么 才是他成为文化汉奸的原因 三峡大学胡俊修 继续为您讲述 从文化名流到文化汉奸 周作人 第四集 当汉奸 还力排放 周作人为日本人卖命 就好比是日本人的走狗 就得听日本主子的指挥 日本侵略者 给周作人高官厚禄 不可能把他培养成 自己的对立面了 周作人 想抵制日本卢化教育的前提 不成立 这样一来 周作人想在日本人统治下维持教育 抵制卢化的事工 就无法实现 就会落空 实际上 他后来也干了许多推行卢化教育的丑行 而与此同时 周作人 立场有问题 屈膝 是敌 泯灭了民族大义 背叛了祖国和人民 又丢掉了 道义 周作人 当汉家的第四个认识误区是贪图名利 周作人 贪什么名呢 周作人很陶醉自己在北平当文学偶像的影响力 他跟郑整多说 南方是左翼作家的天地 而左翼作家向了对周作人这位绅士派头的金派文人冷嘲热讽 如果他去了南方肯定会受人攻击 所以他不愿意 周作人的潜台词是 如果去南方了 就没有人会买他的账 更不可能有在北平的风光 郑整多说周作人太迷恋在北平的名声 那么周作人图什么利了 那就是唯北京大学的高薪 这自然是南迁之后的西南年大的教授们无法享受的 而且周作人自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 日本人给他的官位小不了 这俸禄也一定不薄 与此相应的 周作人当汉奸的第五个错误思想是 贪图安逸富贵 不惜出卖国家为小家 郑整多在西周作人这篇文章里说 周作人不愿意离开北平 是因为贪图安逸 迷恋北平八道万的舒适忧郁生活 不想在动乱中颠沛流离 周作人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一动不如一进 而且他妻子与他性子是日本人 他也算是日本人家属了 日本人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 据熟悉周家的渔方回忆 周作人妻子与他性子贪图享受 反对跟着周作人到南方去流浪受苦 所以周作人就留在北平八道万 门口挂着周宅的牌子 如果日本宪兵来搜查 周作人就把周宅的牌子摘下来 挂上另一块牌子与太玉 甚至扯上日本国企 日本人一看 是自己同胞的家 也就不找麻烦了 看来这周作人未求安宁自保 房子是信中国还是信日本 都无所谓了 周作人个体生命意识极强极度自私 他贪图安逸富贵 甚至不惜为了小家 为了一己私利而出卖国家民族 整个叫做卖国求荣 1941年 当上大汉奸的周作人 在日记里面记载了 他锦衣玉食的富贵奢靡生活 他月薪2000块 1月26号 周作人给两个孙子买衣服 出手大方 一天就花掉315元 而周作人给母亲鲁瑞的生活费 一个月才15元 这年12月24号 周作人给自己和妻子 宇太信子买了两件胡皮大衣 花掉1500元 屋里家具豪华 一次性买桌椅 就花了2100元 周作人还隔山差午 出钱请客 置办酒席 而且周作人家里雇佣了仆人 多达一二十个 比主人还多 可以为主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了 在北平当大汉奸的高官厚禄 让周作人享受着前呼后用的奢侈浮华 拉针教个不亦乐乎 周作人从小到大的生活 还是比较安逸的 贪图安逸的周作人 他是不愿意和别的教授一起 到南方去受颠沛流离之苦的 当时离开北平 到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们 在战乱当中日子过得很苦 住的房子经常漏雨 连人们印象中的女神林徽英 在昆明的时候 都要和其他的家庭主妇一样 常常拎着瓶子去打油打醋 而且他和丈夫梁思成 还有孩子们要经常穿打补丁的衣裳 这种苦是周作人无法忍受的 当然贪图安逸 卖国求荣是法庭控诉周作人 而周作人又不愿意承认的 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以上我们一一分析了 导致周作人做出当汉奸决定的错误认识 当然了 周作人复利当汉奸 毕竟是一个迷一样的现象 不是某一个思想认识错误 可以直接导致的 应该说 周作人以上的各种错误思想 交织在一起 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了周作人 当汉奸的思想背景 那么周作人编制这些理由 不断地给自己心理暗示 自己下水当汉奸 是在做好事 是在承担民族责任和大义 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催眠 在这些错误思绪当中 周作人是搞得像老袋里进的浆糊 迷迷糊糊 难以自拔 甚至是非不明 善恶不分 到头来 是自欺又欺人 不过 必然之中有偶然 偶然之中有必然 其实啊 周作人在下水当汉奸之前呢 他也是无比纠结 畏畏缩缩的 自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这日本人呢 就处心极虑地 拉周作人下水 但周作人一直都犹豫不决 这个时候 一个意外 最终成为周作人当汉奸的 偶然诱发因素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就是1939年元旦 周作人遇刺 险些丢命 那么 是谁想要周作人的命呢 周作人又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呢 这和他当汉奸 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他在法庭上又是怎样狡辩的呢 我们下集再讲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再见 1937年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 攻陷北平 随即对留守的文化名人 展开劝降工作 此时消极闭市 贪图安逸的周作人 成了他们游说的主要对象 那么周作人面对日本的策反 攻势会有何反应 在下期节目里 三峡大学胡俊修将为您讲述 第五集元大语次